告别了李玄通 我们的心情并没有很遗憾 高手自然是深藏不露的 如果轻易就能看到 岂不是到处都是高手了吗 这几天的拜访高手之行 让我们感到自己似乎已经身处在 已经消逝的江湖之中 他们在别人眼里 是那么的平凡 但却个个身怀绝技 虚怀若骨 可是我们就真的见不到 会清宫的人了吗 这时我们在武当山的紫霄宫里 见到一位练起清宫的人 陈诗行是武当山三宫派 第十五代功夫传人 他向我们讲解了他理解的清宫 他告诉我们清宫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不太借助外力而能使身体疼空 另一类则是主要借助助跑的乱性和攀爬技巧的飞檐走壁 他练起的则是后者 但也并非一开始就恶心用手 陈诗行同意为我们演示一下他所练的清宫 在武当山紫霄宫的山门脉 一眼足有四米多高的墙上 我们看到了这种飞檐走壁 陈诗行能够分言走壁的诀窍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墙跑的墙刚才是不能掌握 刚才是跑还是落下滑的 一定要有点力学 加上力学去跑 把这个角度站在走到地上一样 可以落上力 你一脚一脚踩上力就能踩到往上 好 如果没掌握好 他就是滑的 没有人就往上滑 你踩到了第三脚 在黑马中 举起胖走到五脚 几神秘 陌生 临起的未知世界 大人给他看起来 科学第一篇栏目 发泄之旅 总有无所不利的故事 李彦峰也认为 陈诗行的进攻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应该是 因为他们的祝伯 所说的快速气候 使自己的水平速度 增加到一定速度 然后我们通过 和强力阶段的一场 产生的这种摩擦力 然后呢 使身体 然后向上 潘越散步 和让自己的水平的小速 产生一个向上的速度 他必须用手 挂在墙边的那样的墙连 然后呢 作为一个这个借铃 因为他只能到最高点速度 他是雷 他这会儿呢 通过手抓的手 很容易抓 假如说他要是 一开始 身体已经开始往下坠落的时候 然后才在挂 他不好挂 因为他这样的手 需要更大的力量 在陈师行攀爬到高处后 可以很轻松的 从正面 甚至是背面 跳到墙下 但是我们知道 常人如果从高处落下 必然会是膝盖和脚 因为震荡而受伤 甚至死亡 陈师行是如何做到 让自己毫无损伤的人 正确的发展 实际上 你觉得他关键是 第一 在空中要保持身体 正确的下落滋水 他不能落得过 身体在空中翻身 这样会陷落地 产生影响 或者摔摇 或者是通着地 这种危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落地 或有一个缓冲 他必须做一个缓冲 正面座和反面座 他缓冲是一样的 他都是脚尖落地 然后过多个脚跟 然后膝关节 也同时委屈 然后身际奉献 逐渐渐渐强 而不是这个 直的脚跟 脚跟着地的 往下下落 我们往往会将 武林高手 想象成身材高大 力大无比的 但是陈师行 显然没有那样的回忆 这时候会影响到 他的功力 让他的攀爬能力 无法继续上涨呢 有一定关系 太改了 他的气垫比较低 对他呢 他很怕 这个做出动作 也不是不利的 因为他每步 在墙上卖的话 他卖的不服 也有不服 也有他的身高 有一定关系 太高的也有问题 你不认为太高的 应该是可能 在他和墙壁接触的时候 他因为他的 重心处在失控状态 他这个腿又长 离墙壁 他做这种参法 可能有一定难度 我觉得他这个身材 应该是失踪 既然陈世行 掌握了练习 这种轻功的正确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坚持不懈地练习下去 他攀墙的高度 会有什么样的增长 他会不会成为 传说中的轻功高手呢 这个高度是有限量 可能在说 GLA就是 就是一种刺客 掌握了一个高度的预先进来 一般 很往都跑的话 我们刚刚刚人 就是老到达 他们的进攻 会变得不一样 最高也是 爬人的用力 用力高 我也进一步在心内 增语和办法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